有見於如今雙北疫情都跟著大爆發 南高平三個縣市的議會 是為了讓市府團隊 大家都可以專心在防疫上面 而且要減少議員之間群聚的風險 在十七號紛紛做出要延會的決議 至於嘉義縣市議會 則是因為已經進入到總質詢階段 一天質詢只有三位議員 所以維持開議是沒有受到影響 雙北疫情爆發 高雄市議會十七號 儘管照常開議 議員關心的焦點 還是在疫苗不足的問題 疫情緊繃 民進黨團也率先提議延會 經過三大黨團協商後 決定從十八號開始延會 為了防疫優先 讓我們的市長以及市府團隊 能夠全新的投入防疫工作 那經過黨團的協商 那本會第三屆第五次定期大會議程 至110年5月18日起順延到5月31日 順延到31號之後 31號將再度召開黨團協商會議 是疫情狀況確認後續議程如何進行 這也是高雄市議會首度延會 屏東台南也紛紛跟進 我們現在聚集在這邊開會 已經失去人民的榜樣 所以說我這邊動議 讓縣府全心全力的去做防疫的準備 由於新北市由議員助理染疫 各縣市議長也呼籲議員以及服務團隊 避免參加群聚活動 至於嘉義縣市議會 則是因為進入總質詢階段 決定議程繼續不受影響 整個已經進到總質詢的部分 一天只有三位議員 而且我們整個一個距離是相當空曠 正值定期大會期間防堵疫情升溫 南高坪議會陸續宣布延會 降低異常群聚風險 記者綜合報導